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老牌牛肉麵 五十年老店 這是這間店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在這邊非常有名的店家 潘家老牌牛肉麵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老闆你好 那我想要點那個 半斤半肉牛肉麵這邊吃 我要那個紅燒湯頭 這是在一個路邊攤的環境 那小菜在這邊 那我加一份地瓜葉跟牛腸 那這邊是內用區 感覺就蠻實在的 現點現做 但是就是在路邊 感覺蠻大碗的 好 我就先從這個牛腸開始吃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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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的確是老口味 見稱口味 然後 辛香料的味道還蠻重的 不錯 我個人覺得還蠻好吃的 好 雖然我媽媽對她評價 並沒有說很好 她說這個路邊攤 稍微比較沒有那麼衛生 好 這也是事實 好 應該是有點像城中老牌牛麵一樣 就歷史悠久 所以這個 比較照著她這個舊時代的作業來做 好 牛腸就是蠻緊實的 那我覺得分數是90分 牛腸還不錯 它就醬油膏跟香油 然後滷過 好 那這個就是紅燒牛肉麵小碗的 它有個味道蠻重的 好 像網路上講的一樣 它有一個那個牛肉很重的味道 好 可能夏天的話 夏天的話這個味道可能就太重了 就是一個很重的牛肉味 就是一個很重的牛肉味 好 那就加了這個油波辣子跟酸菜 它湯頭算普通 就是中貴中局 然後牛肉跟牛筋 很重的牛肉味 覺得還可以啦 就接近那種舊時代的味道 但是沒有那麼油 好 酸菜不香 看個人 還可以而已 好 當然是這個個人口感差異也很大 好 就是老狗味 它少了一個重油而已 它湯頭還蠻鹹的喔 好 那各位可以來吃吃看 這個50年的老狗味 然後牛肉還可以 湯頭稍微弱一點 可能是因為現在成本高啦 所以可能牛骨的味道 我覺得牛骨湯的味道 比較沒有那麼重 好 酸菜就普普通通 好 那分數我覺得是85分 還OK 但是這附近很不好聽 這個 好 那最後是燙心菜 地瓜葉 嫩就好 好 酸菜 好 這地瓜葉都是蠻嫩的喔 好 地瓜葉我覺得分數是90分 好 地瓜葉我覺得分數是90分 因為很 很 很偷窩所號喔 嫩 好 就看個人喔 覺得還OK啦 有特色 但是這個 喔 湯牛味很重 但是 沒有那麼鹹 然後 要怎麼形容欸 就是路邊攤 好 酸菜加的 沒有那麼香 那 劉波辣子加的 有一些辣度 這樣 好 看個人啦 湯比較鹹 所以湯我喝不完 像 比較像舊時代的牛肉麵 比較接近 但是還是有點不一樣 好 總共是220 好 謝謝 好 那就給各位朋友做個參考 剛剛也有客人點花肝 應該也是不錯 好 湯頭好幾種 這個是滷牛肉的 牛炸 好 謝謝 掰掰 好 剛剛那個 就算是經濟實惠 好 第二站就是來到這個 福珍排骨酥 創立於1979年的店家 這家之前就來過 他們的排骨酥非常美味 很久沒有來 應該價錢都有調漲 好 那這個就本日主角 超好吃的排骨酥 他們也上過電視節目 好 噹噹噹 第二回合 在這邊真的就要吃這個 招牌排骨酥湯還有排骨酥 好 那現在這個招牌就來了 好 記得就先點餐結帳 然後再等餐 好 那就先從這個排骨酥湯開始 那M少都說覺得是滿分的店家 但是很多年前 嗯 噹 它排骨酥超棒的 又好吃又美味 然後它這個皮都不會掉 噹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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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它這個排骨酥 然後抖音號上的粉絲講說 我吃東西是不是都是只有好吃的 其實是跟你講 在外面用餐一定會吃到不好吃 什麼可能都好吃 對 只是你沒看到而已 好 麻煩你再用心一點翻我之前的影片 大概十分之一 十支影片大概會有一次 大概是平均吃 我覺得不好吃 我再看一下 我之前在網路上都 被人家有生命威脅了 有過兩次 說不好吃的店家有 給我發出計殺令 因為這個 店家會不開心 那這也是正常的反應 都已經嚴重到這樣 所以說 其實是有不好吃的 只是你沒看到而已 但是不好吃的話 可能就是還是不合自己的口味 那支持的人還是有 再怎麼樣 好吃跟不好吃就是很主觀 好 因為這個評論真的是沒有一定的標準 我覺得好吃你可能覺得 你可能覺得還好 那你的好吃可能我覺得也還好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去做一定的定義 這只能說 因為我現在口感給各位做一個判斷 但是也不是絕對的 好 那我吃醬是 滷肉飯加乾排骨酥 還有這個排骨酥湯 一共是175 好 那但是個人認為這家排骨酥真的是蠻好吃的 好 湯還好 但是排骨酥超好吃的 首先你要相信我 你再來質疑我 吃完之後再質疑我 這樣會比較準 直接質疑我覺得 沒有什麼意義 好 排骨酥外酥內嫩 然後香香的香香的 沒有什麼苦豆 好 甘蔗也很好吃 好 讚喔 蠻實在的店家 好 第一顆吃到有骨頭了 好 所以其實講到最後重點結論就是 你再多看一點我的影片 你一定會看到我覺得有不好吃的 也是有啦 但不是這一家 好 那排骨酥就是這邊的招牌 好吃 美味 香噴噴香噴噴的 嘗嘗看吧 很美味 比那個饒河街的某一家好多了 饒河街的某一家那皮都一直掉下來 那真的是不美味 某一家 好 最後是這個滷肉飯 好 那可以看出來這個滷肉飯 飯就比較濕了 好 有肥 然後有瘦 好 這個就真的蠻普通的 好 甜甜的口味喔 比較偏甜一點 但是飯太黏了 可惜啊 好 那分數我覺得是 80分 那就可能推薦吃 排骨酥麵或者是排骨酥醬 那滷肉飯就 可以不用點了 好 個人啊 對乳酥麵沒有很滿意啊 我覺得是 70分 好 那這個就是 黃銀街非常有名的排骨酥店家 好 老闆辛苦了 讚 謝謝 謝謝 能夠撐過疫情都是不容易的事 真的喔 連我都是喔 我都差點掛掉了 加油 謝謝喔 掰掰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好 像我剛剛講的 各位朋友能夠理解跟接受啦 就是一個很普通 很普通的說法跟建議 好 那隔壁應該是新開一個店 叫做粗飯之間 好 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邊的聲音跟那邊就有一些落差 好 下次有機會來試試看喔 好像還不錯 好 那就希望這個 看電視變成是一個有趣的事喔 好 這邊也有扇頭麵 很多啊 很多店家 慢慢慢慢吃 好 像我記得這邊某一間店 某一家的那個麵店 就被我平成是不與治平 不及格 某一間喔 好 那就希望各位朋友有個開心的夜晚 然後我的影片能夠帶給你真正有用的資訊 那當然實際還是要自己去親身品嘗 最準 好 掰掰